国会扩权法释线建在弦上 联手闯关的蓝白立院党团总招 火大开枪 好斗成性的赖清德总统 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极权的 一个君主专制的政权吗 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法律 是总统直接下令 是在释线的结果出来以前 大家都不要动 赖清德总统是真的把自己 当成太上皇吗 就是在宪法法庭上面 把各自的主张说清楚 赖政府6月26号将正式申请释线 暂时处分 宪法法庭召开言辞辩论庭 蓝绿白也将派代表 公民党拟推派 据法律专业的欧晓琳 吴宗宪 民进党则可能派司法委员会 赵伟中加冰阔 沈伯扬对决 人选得等党团大会讨论 民众党据律师背景的黄国昌 自动请因 但视线战场大法官角色重要 再也先埋不信任伏笔 大法官是宪法的守门人 不是绿色的看门狗 南白隔空要大法官别受政治干预 但连自家人吴宗宪都评估 视线结果可能是部分违宪 律师林志群虽然立法院的职责 应该是通过百分之百 不违宪的法律吧 明知有老鼠屎还敢出菜吗 那部分违法不算违法吗 大法官怎么会认定自己民进党的提案是违宪呢 顶多是他被大法官认定一步违宪 大法官敢武力提名他的赖清德总统 他的一个意思吗 来因自行预判凡是律委提案 大法官可能疑律核线 视线战还没正式开打 现代游色眼镜恐怕有事公运 三十分交往前我们选择SV小组 台报道